2001年 一部非常经典的战争题材电影上映 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这其中主要原因 是影片中的内容 大多是由真实的事件改编的 这部电影就是《黑鹰坠落》 它讲述了1993年 在索马里战争中 美国陆军因为收到错误的情报 让战争一度陷入了僵持的状态 在一次追捕行动中 索马里士兵面对劲敌顽强抵抗 双方展开了非常激烈的战斗 美军的一架黑鹰直升机被击落 直升机上的机组人员命悬一线 为了营救同伴 一小队特种部队士兵 武装打扮冒险进入了人间炼狱般的修罗场 开始了长达15个小时的困兽之斗 要知道在这场战斗中 被围歼的可是美国的王牌特种部队 所以直到现在 美国都对此耿耿于怀 这部电影中的黑鹰直升机不止一次坠落 坠落的原因也千奇百怪 就在2022年的2月22日 两架黑鹰直升机 在美国的一个滑雪场撞在了一起 最终两架飞机双双坠毁 所幸这起事件中没有人员伤亡 那么上文所说的黑鹰直升机 到底是什么来头呢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架六亲不认的直升机究竟实力如何 黑鹰直升机 分布最广的姓名是S70直升机 不过它还有一个常见的编号 为UH60 说到黑鹰的前身 这不得不从越南战场上的 贝尔UH1休翼系列直升机说起 虽然休翼系列直升机 在战场上证明了自身的价值 但是在不断声温的越战中 它还是暴露了不少的缺陷 上世纪60年代 美国就开始考虑它的后继机型了 在提出了新机型的标准之后 波音福托尔和希克斯基的方案 于1972年8月入围 两家制造商需要通过广泛的试飞一较高下 最终波音福托尔 因为一架原型机在夜间试飞的过程中 出现了小插曲而落败 1976年12月23日 希克斯基作为获胜者 得到了UH60A黑鹰的首批订单 黑鹰原型机 一开始安装的是固定式后列平尾 所以直升机在降落或者悬停的时候 总是鼻孔朝上 在经过一系列的改进之后 才变成了现在这种可下偏平直平尾的样子 生产型的黑鹰直升机 不仅在飞机的尾轮 车身和发动机上做了改进 还修改了闲窗 以及驾驶舱舱门上的滑动式侧床 黑鹰直升机的基本型 在机身顶部的两间位置 装有两台T700 G1 700涡轮轴发动机 其中每台最大功率是1564马力 驾驶舱则设有两个驾驶员的位置 后面的载员舱能够容纳12人 以及它们相应的装备 在直升机两次的闲窗架子上 可以装两艇M60机枪 这个位置采用的是推拉式舱门 开关非常的方便 可以保证直升机内的士兵迅速的进出 从而在必要的时候 及时给予火力支援 不仅如此 黑鹰四片全角接式大弯度的旋翼 是可折叠的 先进的后略掌尖技术 改善了旋翼的高速性能 四片尾掌 都是以略微向上的角度 安装在尾梁的左边 为主旋翼提供了一定的生力 尺寸很大的水平尾翼 更是增加了它的稳定性 黑鹰的航电设备也非常的齐全 可以说达到了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的境界 因为黑鹰直升机 在执行低危作战任务时 非常容易遭受来自地面的火力攻击 所以在提高它的生存力方面 设计师采取了很多的措施 比如它的机身和旋翼 使用的材料都是防弹的 驾驶舱和发动机的关键部位 都有装甲 两台发动机被机身远远地隔开来 即便有一台被击中了 另外那一台仍然可以继续工作 在这些提高生存力的措施中 它的抗坠措施尤其值得一提 据说它采用的是固定式抗坠起落架 在直升机的机身下方 是蜂窝状的填料 所以即便直升机迅猛灼地的情况下 成员所受到的撞击力 仍然能够保持可承受的水平 这样出色的黑鹰直升机 到底有着怎样的性能指标呢 黑鹰直升机总身长19.75米 其中机身的长度为15.26米 机高5.18米 它的悬翼直径为16.36米 尾匠直径则是3.35米 这样庞大的身躯 空重达到了5118千克 最大起飞重量9977千克 在有效的情况下 黑鹰的悬停高度能够达到2895米 航程为600千米 当然在保证最大平飞速度293千米每小时 和巡航速度268千米每小时的情况下 它的实用声线是5790米 这样的黑鹰在1979年6月 进入第101空降师服役 服役的过程中 它在很大程度上 克服了休翼系列直升机存在的问题 1983年 美国入侵格林纳达 UH-60A第一次参与的战斗 它凭借着自己强大的生存能力 在机身被打出了45个弹孔 悬翼和围讲野重弹的情况下 返回了基地 1991年爆发的海湾战争中 也出现了UH-60的身影 美国陆军在战区布置了 400架左右不同型号的黑鹰 这些被提前优化了设备的直升机 成为了规模相当庞大的 直升机空运行动的主力 在那场战争中 黑鹰直升机有两架战损 还有四架因为事故损失 海湾战争之后 黑鹰的身影 在美国陆军的军事活动中 更加地活跃了 所以就有了我们开头所讲的 《黑鹰坠落》这部电影 这是1993年10月 美军在索马里战争中 惨败的真实写照 2011年的5月1日 沉默黑鹰 在海神之矛特战行动中 击毙了本拉登 让这次特战行动成为了美国历史上 最为重要的一次行动 沉默黑鹰是UH-60直升机的高度改进型 它在经过特殊设计之后 做出了以下的改变 首先 为了让飞行员可以减慢主旋翼的速度 这款黑鹰直升机 更改了主旋翼讲页和尾旋讲 调整了发动机的固定主转子 其次 沉默黑鹰飞行的时候 能够完全接近静音 这主要源于在发动机上的改进 它的发动机采用了千亿锡机电 做减轻噪音的排气消音器 除此之外 还安装了阻挡进气口噪音的挡板 有了这样的静音效果 它在海神之矛特战行动中 完成了暗杀本拉登的任务 也就不足为奇了 黑鹰直升机能够在那么多战役中 打出自己的名声 自然离不开它自身卓越的性能 那么它最基本的优势是什么呢 第一 黑鹰直升机能够执行的战斗突击任务比较多 并且在执行疏散 侦查等任务时 不需要改装 直接把火炮 车辆等需要运输的东西 吊挂在直升机的外部就可以 节省时间不说 还省去了装卸的麻烦 第二 它采用的技术非常先进 竹桨骨的制造 用了钛合金 轴承是不需要润滑和密封装置的 层压弹性型 整体的部件 相对于普通直升机 减少了近40% 加上它的T700GE700发动机 是单元体结构 所以在维修保养上 减少了60%的工作量 是一架容易打理的直升机 第三 就是我们前面说过的 黑鹰直升机的生存能力非常强 7.62毫米子弹 对它来说没有丝毫的杀伤力 即便是被23毫米的炮弹击中了 它仍然能够顽强地继续飞行半个小时 同时 强度非常大的机体结构 成就了它良好的抗坠毁性能 一般在12.5米每秒的垂直速度接触地面时 直升机上的成员不会受伤 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架黑鹰坠地 人员上网不多的原因 当然 黑鹰并不只在美国服役 凭借上面的这些优势 在同级别直升机中 价格偏贵的它 却收获了很多的国际客户 韩国可以说是黑鹰直升机的大客户 装备了138架UH-60P 在1990年尾接收了第一架黑鹰直升机之后 用散件组装了19架 最后制造了剩余的直升机 日本三菱重工拿到UH-60L的许可证之后 制造了它的搜救型UH-60J 取得了自卫队的海骑士 同时 哥伦比亚也是黑鹰直升机的大用户 在1998年到2005年期间 一共获得了61架 在打击哥伦比亚武装力量的毒品战争中 出现了不少黑鹰的身影 2006年 希克斯基推出了国际型黑鹰 G-S701 这款具备新技术和模块化设计的直升机 是由多个国家生产组装的 其中第一个参加这个组装项目的 是波兰PCL米列次飞机公司 黑鹰直升机从1974年首飞 到现在已经存活了近50年 在这期间 它得到了不断的改进和完善 所以才能一直活跃在各个国家的领土上空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它还能创造更多的奇迹 本期关于黑鹰直升机的介绍就到这里了 请持续关注我们 既可以收看最新的视频 又能浏览往期的精彩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